57岁的新加坡商人Yi Kok Chu 一位涉嫌在雪州浦冗虐待一只看门狗 而被控上巴达林在野推示停 被告今天在庭上改口认罪 法官判处他罚款8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则必须以坐牢8个月来代替 最后被告选择缴付罚款逃过牢狱之灾 当事人被控去年4月2号晚上 骑着脚踏车经过一个警卫停时 看门狗Furby上前狂吠 他因而受惊吓而跌倒 男子一气之下把狗狗抓起 再以头盔虐打对方 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 引起网民巨大的反对和踏伐声浪 登加楼方面来自刮登的26岁修车员阿里曼 则是去年12月23号 在刮拉尼鲁斯一个交通灯交叉路口处 以一支铁棒朝着36岁的好友拉米站的额头挥去 然后在趁着伤者开车前往医院求救时 以八冷刀连番捅刺有人的手部和头部 以致对方受众伤 抵触刑事法典324持武器伤人条文而落网查办 被告今早在推示亭上对罪名执任不讳 推示判处当事人罪名成立 入狱服刑6个月 刑期从逮捕日也就是今年的1月4号算起 外加罚款5000令吉 另外在干马晚 推示巴德鲁则批准警方严扣一名机械技工长达7天 协助调查一宗行贿案 49岁的被告被指找前向一家煤气公司的分包商开口要钱 作为接驳和开启煤气管的疏通费用 昨天傍晚6点在煤气工地落网 反贪会将援引反贪会法令彻查案件的来龙去脉 NTV7综合报道